注意看,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她竟然不佩戴任何氧气装备 憋气在水底抱着一块石头跑步 居然跑完全程丝毫不吸氧气 这无疑是在玩火自焚 搞不好当场在水底殒命 因为自身体重太轻仅仅只有70斤 所以她今天选了一块200斤的石头 十几秒后她就跑出了1000多米 此刻水底距离地面五六十米 你看看她还是在跑上坡路 但即使这样她似乎也像如履平地一般 那我就告诉你这对女人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平时女人都是在水底自己脱衣服玩耍的 有的朋友就担心了在海底憋气玩耍 是不是很容易领和饭 那我直白地告诉你不会的 女人可是大名鼎鼎的憋气女神 女神的常规操作就是水底漫步 这样无疑是相当危险的 水底太深身体会受不了水的压力 人体会受到压力造成的损伤 毕竟女人是没有佩戴任何保护设备的 只不过今天在地面待得无聊 女人也只能来到水底散散心 说实话五六十米的深度太没难度 女人准备到更深的水底深处 据说看到此视频点赞点关注的人 会在以后的生活里顺风顺水顺财神 此时女人已经在水里待了二十几分钟 身体里的氧气也逐渐减少 这对人心里的挑战也是巨大的 但是作为公认的海底潜水女神 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 女人说平时百米深海自由潜水 对她来说就是小儿科 女人每年当中有一百天都在海底玩耍 试图以这样的方式让自己泡的发白保护皮肤 最常可以在水下憋气二十一分钟 到达海底后细耍片刻准备返回 其实这项技能让女人很难找到男朋友 没有男人能像他一样陪他在水底待着 所以他想不通有时候就趴平在那思考人生 屏幕前的你能否陪着女人共度余生呢 有合适的在评论区留言我来传达 这让人不可思议的极限运动 大家看看热闹就行千万别为了爱情去模仿 女人之所以这么牛掰 是因为从小就在水下练习的 大家都说平常憋气是羊水 那今天的这水还能是羊水吗